今天是2022年8月14日 快必文字玉开往拔摩岛的行程第709日 星期六快必家人收到他寄来的信 因为还未有探访 唯有靠这封信了解他里的生活点点滴滴 他信里说收到外甥女两封信 大甥女写信给他 告诉他之前快必和他说过一个理论很棒 当时大甥女问起快必关于子女和父母的关系 快必跟他说 人和父母的关系会随时有转变 我们小时候父母就是父母,我们是儿女 到大一点的时候,大家就是朋友关系 再大一点,父母老了,他们反而成为我们的儿女 大甥女说从未听过这样的东西 对于这个阿父即是舅父非常佩服 他在8月中生日 15岁了 快必说写了一篇有关生命之兴典给他 他很尖尖自喜 相信大甥女又会觉得他很厉害 至于小甥女就说快必的画很好 打光阴影又有3D效果 快必之前画过芒果送给他 他还特别问 究竟是像芒果、鸡仔还是其他东西呢 小甥女很可爱的 她说因为自己喜欢吃东西 所以一定是芒果 小甥女12岁 最近居然说自己肥和 要折食和狂做运动 pank、sit up、掌上压 还说自己穿牛仔裤不好看 一想到他那么喜欢吃东西的小朋友 居然那么快就担心自己的身材 是不是大得太快 失去童真呢 令到快必也有少少阿福的伤感 但也还有开心的东西 小甥女告诉快必 暑假一家人会去郊外旅游 他不喜欢行山 不过喜欢游泳 快必当然希望可以和他们一起去 还记得有一年去美国 快必探他们的时候 去了很多地方 十分怀念 上星期日 家人探快必的时候 知道他现在瘦了这么多 9月初又要上庭 问他要不要买一条牛仔裤给他 他说自己很严尖 牛仔裤浅色又不太喜欢 深色又怕太深 又喜欢那些残残的牛仔裤 他还说一直念念不忘 2020年9月6日被强行入屋 还拿走他的皮衣 牛仔裤 衣服 出来的时候都要买过 他又说自己家里的鞋 不知道他下船的时候 会不会脱底 摆得太久 那就浪费了 他还说自己不知 为何是冤獄里 无奈的打转 是飞沙风中转的歌词 只是担心鸡毛蒜皮的东西 相当奇怪的心理 家人探他的时候 说刚刚有消费券用 快马和他说消费券 要来买药 那种心律不正的药 500元一个月都挺厉害的 快必听到有些心酸心伤 他又再次叮嘱快马 一定要身体健康等他出来 教他上海话和打麻雀 快必又说收到医生护士的信 医生画了一条龙给他 以前他们会常说 香港人好像叶公号龙 说争取民主 但一旦有的话就会很害怕 这句诚语真是很有哲理和深度 快必说记得小时候参加教会 每些导师经常跟他们说 有一个非洲的故事 说有些人祈求下雨 但没有人带嬉身 因为根本不相信这个故事 和叶公号龙真是异曲同工 经过嫌下的35、36度之后 最近下多了雨 凉了一些 27、28度左右 已经超级舒服 晚上睡得好些 快必说自己也觉得很好笑 人的理论就是差和更差的比较 实在是有点自欺欺忍 令他想起几年前的Lesser Evil 今天其实有多少人是真的明白 还说得出这个道理呢? 快必在信里提到现在啡色衣服的日子 每个月第一个和第三个星期 用来期待探访 在等待探访中兴奋度过 第二个星期 通常十多日左右 收到上个月买的物资和零食 又可以兴奋两三日 到月尾二十多日左右 收到人工粮单 可以慢慢选择一些心水、零食和物资 这个就是快必说 一个星期一个星期 顶着一个月就过去的心法 他说可以和大家分享 觉得很有帮助 另外他又会每天细分时间 由早上至中午是一段分开的时间 中午运动之后 按多分令人开心 洗完凉 过了一天的一半 四点半左右就吃晚饭 一天就快结束 他又和自己说 那顶着了大半日 又要提醒自己开心一下 到了星期三 很快又星期四了 晚上八点至九点 新城有奇岸女皇花姐姐听 他和自己说一个星期 那又过了一半 星期五六日收音机 都很多东西听 星期日夜晚一睡 第二天又开始另一个星期 如果不是这样想 很快就会消耗一生 很快也会走向死亡 不这样想的话 日子其实真的不太难过 他又认识地说 觉得这个心法很有效 值得流传后世给政治犯 他又说天阴的日子 天气凉点舒服点 但不够光写信和看书 太热的日子 又没有能力写信和看书 下午两三点 还要睡一觉 睡醒了 不过 睡醒有时又会头痛 他说自己每日 都做两次平板支撑 由初初每次一分钟 到现在可以是两分钟 不过他仍然担心自己太大 他认为大只佬的话 样子会变得蠢 所以他只想有六球腹肌 大腿肌肉扎实点 腰肌肉稳固点 因为这样才可以保持行路平衡 老了都不会那么容易跌低 总之就是要瘦健康 好看和靓佬 引用快妹写给快必的信 他说 你的心理质素不是常人能及 自省、贪美、keep fit和有目标 我不觉得你是自欺欺人 而是能够自嘲嘲人 抱着Huma去面对疫境 是神给你的一份独特 一份能耐 周末星期六 我们都收到大家的来信 寄去快必的邮箱 包括有无署名的朋友 寄信给快必、杰斯和戴教授 英国的Mango、向山举木、 银发婆婆、加油 签名好了草的Therisa 多谢大家记得快必 希望大家继续写多些信给他 让他可以在荔枝角撑下去 总之有什么开心的、爆笑的、八卦的 写封信给快必和他分享一下 特别是写开信给快必的朋友 没写过的话 就不要害羞 快拿起字和快必做不友 不过提醒一下大家 寄信寄卡给快必的话 就不可以有些贴纸 3D凸出来 闪粉金粉那些 请教主不给的 大家要留意 来信请寄去 香港七姊妹邮政局 邮政信箱60141号 寄信给私叔的话 都可以寄来这个地址 回快必本记事宝 海外预购的朋友 我们找了朋友 帮忙带记事宝去加州 纽约、英国 到时会再寄给你们 至于澳洲、加拿大的朋友 因为暂时我们还未找到 朋友可以直接拿过来 我们下星期 就会一落寄去当地的义工 再转寄给你们 发觉新加坡 和台湾的朋友 我们下星期也会陆续直接寄给你们 多谢大家有耐性 至于香港的朋友 由政局打来 原来有二十多个朋友 没有看到短讯 所以错过了四十八小时之内 收件的讯息 由政局很好 通知我们 去拿回那批记事宝 在这里提醒一下大家 如果你是在香港订购 还未收到的话 可以传个短信给我们 让我们再安排 寄给你 如果错过了订购 现在还有少量 除了可以在网上继续买之外 也可以去以下几个地方购买 提醒一下大家 由于预订期已经结束 现在每本是港币180元 不要以为买贵了 你可以去以下几个地方买 包括香港心记图书公司 北角英皇道193号 英皇中心地庫19号铺 营业时间是下午1点半至晚上11点 另外有九龙旺角余一门市 是前旺角南区议员珠江韦开的 地点是旺角Wpasser312号铺 尼敦道608号总统商业大厦 电梯上三楼 营业时间是下午2点至8点 逢星期二休息 连银发婆婆都会去那里买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 另外九龙新蒲江合理潮州粉面 新蒲江显庆街19号A铺 营业时间是早上10点至晚上10点 新界的朋友 你们可以去大埔大叔办馆 地点在大埔混头街93C号C2 地铺龙藤角 营业时间都是早上10点至晚上10点 大叔办馆就是前大埔区临村谷区议员 俗称机场大叔陈镇 陈镇折开 还有台湾的朋友有福 大家可以去台北的飞地书店 找到快必的记事宝 数量不太多 首发有首万母 飞地书店的地址是台北市万华区 中华路一段170至2号 最后最后大家有没有听到 柔阳的背景音乐呢? 这首歌是一位叫David的朋友 特别为快必开往拔摩岛的行情创作的 大家喜欢的话 就可以卡入我们文字版 拿到慢慢细心欣赏 多谢大家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